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们讲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体都是自摸正经色神 体质相同 相貌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相貌相同 这相同就不变了 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 有生老病死 年年都变化 一年比一年老啊 你停不住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老 你看无量寿他人不老 他没有变化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相信 很多很多人都喜欢长寿啊 喜欢短命的人很少 不能说没有 也有 但是喜欢长寿的多 喜欢长寿的人都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地球上每天 我们能想象到 每一天自杀的人不少 现在连小学生都自杀 那为什么 活得不耐烦啊 这世界太苦了 没意思 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啊 如果自杀能解决问题 那事情太简单了 解决不了问题 自杀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带来更多的麻烦 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 凡是自杀的人 他很可怜 没切听 他要重复表演一次 就是说他中阴身 他没法自己投胎 六道轮回 他就止于这个地方 每一切听 要受一次罪 要到找到替身 他才能离开 要找不到替身 有时候好多年 都找不到替身 很苦啊 如果他知道自杀这么苦 他就不会自杀了 那觉得这个世界活得没意思 极乐世界好啊 极乐世界样样称心如意啊 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了 那由此可知 无论是什么人 实在讲啊 他对极乐世界知道的太少 没人介绍给他 真正他知道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现在人家 移民呢 再赶快过去啊 这就对了 移民到极乐世界 没有什么条件 也没有什么资历 只要你想去 条件三个 你真信 真愿意去 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佛为什么重要呢 西方极乐是个星球 很大的星球 在太空当中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信号 就好像空中飞行这样子 他有个信号 你念这个信号的时候 方向就正确了 你不念这个信号的时候 那你不想要跑哪去了 你就失去航道了 所以这一个信号太重要了 寻找这个信号 你去念 阿弥陀佛就跟着你这个信号 来迎接你了 那带你去了 你看多方便 我这样说 大家很容易理解 你是用什么方法 我相信 我有愿 怎样跟阿弥陀佛联系 跟西方极乐世界 打上这条线 就是一句 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现在就打上了 而且